相约每晚六点,做一个悟心之人,很多人说话时,特别心直口快,还老爱强调,我这个人就是直成字,有什么说什么,绝不遮遮掩掩,他们往往还会这样想,我总比那些有话,藏在肚子里面不说,装音是坏的人,有优点吧。 这样的人是缺乏智慧,不顾及他人感受的,自己认为的好话不一定就是好话,心直口快也很容易伤人,心直口快的人,可能是一个古道热肠的人,但是说出来的话,却让人不能接受,万事须讲度,率性而为不可取,急于求成事不成,心慌难驾路,欲速则不达,过分之势,虽有力而不为,分内之势, 虽无力而为之,是纬度,这个度其实就是分寸,也是人生当中最难把握的两个字,这个世界只有三件事,自己的事,别人的事和老天的事,这三件事已经清晰划分了我们自己的界限。 第一件事,自己的事,只能自己做,不要依附他人。 第二件事,别人的事,只可以尊重和接受,不要强加干涉,也不应该干涉。 第三件事,老天的事,好好配合,做人做得恰如其分,是最高境界,是时尚,把握好了人生分寸,就等于掌握了自己的命运。 做事做到恰到好处,也是人生的一门学问。 所以你要明白,一,只爽并不等于言语毫无顾忌,我们说话是要讲究一些技巧的,不要总是把只爽当成口无遮拦的借口,不要总是说,我这人就是性子质,你别介意啊,性子质也不能成为当中接人短处的理由啊,不分场合。 不顾他人的说话,很容易把人家搞得下不来台,势必会遭人嫉恨。 二件人一说三分话,几紧损就是一个藏字,藏就是不要锋芒太露,不在背后对人道长论短,讲话的时候要注意忌口。 点到雷纸叠叠不休的人,会阴险的浅薄俗气,缺乏寒养。 俗话说得好,上帝之所以给人一个嘴巴,两只耳朵。 就是要人多听少说。 三,千万不能口无遮拦,不要试图窥探别人的隐私,不能故意渲染和张扬对方的错误,说话留有余地,不能抢人所难,说话不能不看时机。 四,很好的话题也要适可而止,即使一个很好的题材,说实也要适可而止,不可拖得太长,否则会令人疲倦。 若不能引发对方发言,或必须仍有你支撑局面,就要领照新鲜皮财,如此才能把对方的兴趣维持下去。 五,多多读书,即浅薄无知。 没有人会喜欢一个浅薄无知,满口俗话的人,所以多读书,多学习,做一个有内盘的人,这对你的人生是很有帮助的。 分寸极其重要而又极难把握,它可谓是一门人生的艺术,你精通了这门艺术,也就把握了人生的命运。 愿今后,聪明如我们,都懂分寸,但不于举,为人热情,但不过于热情。 在人生的源泉里,恰如其分的站立,把一切交给时间和彼此,然后顺其自然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